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我是老Z 跑社会线的时候常说 让政治回到政治,社会回到社会 意思就是说,刑事案件的真相 是永远的黑白分明 我们追求的是证据、事实 而政治呢,则蕴含着各种模棱两可 永远只有部分的真相,各自解读 但总有刑事重案牵扯到政治的时候 而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件,极度特别 发生在台湾,动摇了香港,震撼的事件 接着就跟着老Z,回到案发那一天 大眼这枚来台过情人节 近惨伦娇野腐肉 手机不堪性爱影片,绿帽男残杀潜逃 港警无法引渡,修力量史上最大抗争 东方明珠经济衰败,杀人犯却成自由人 到底怎么回事,来看这起陈同佳杀女相试案 时间回到2018年3月11日 大同分局严平派出所这天来了一位交集的父亲 说他来自香港 女儿潘晓影上个月来台旅游 在返国当天说要准备搭机 就再也没有音讯 远景一查发现 潘晓影居然没有离境记录 恐怕凶多吉小 赶紧掉跃监视器 最后竟是在逐围捷律站附近的草丛里 发现了潘晓影的冰冷尸体 开心总进饭店其余两拿着粉红色行李箱 一起以后总进大厅内 这时候还有说有笑一头寄到饭店房间 不到12个小时画面上却只剩男友独自一人 手拿着两包垃圾袋 这时女友可能已经沉失房内 嫌犯随后独自一人提着行李箱匆匆离开现场 就是不见女友献身 只见嫌犯已经戴上鸭舌帽口罩可以遮掩脸孔 扛起大箱子也显得相当吃力 因为里头装的不是战利品 而是女友的尸体 她其实2月17号凌晨大概一点多 还有跟小孩通过那个通讯软体 然后小孩最后还有回她说 她大概搭晚间的火车 那个飞机回去 我们就是建议她说 赶快跟香港警方讲这件事情 直觉死者出事了 父亲在3月11号晚上5点 寻求远警协助并报警 隔天发现爱女的付卡被盗刷 警方马上致电到死者下她的饭店 要求保留监视器 并在6个小时之后 终于让老父亲看到女儿的最后身影 平常跟我们讲说在这个地区 在过年左右 过年一个礼拜以后 非常重的一种浮臭的味道 下面是一个草堆 草堆下面有一个凹度不平的深沟 在深沟的旁边 没有把它覆盖 就直接丢弃而已 尸体已经趋劲腐烂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研判说 尸体的状况是怎么样 没想到过年前小情侣出来玩 却等不到女儿回家团圆 潘爸爸是伤心欲绝 更无法接受这个男友陈同佳 居然若无其事的一个人回到香港 还倒霜 被问到潘小英的下落 他也是谎话连篇 有入境没有出境 是没有出境 就是男的有出境 那像昨天今天警察跟那个男的问 他说他们吵架然后都不见了 他都没有看到他了 他以为说哎呀年轻人出去玩嘛 对不对 他们以为在台湾玩啊 没事啊 那怎么知道男朋友杀死他 小郎口亲密合照 女方紧紧勾住男友的手 靠在她的肩膀上头 穿着同款外套宣示情侣身份 女方家境富裕 父亲从事汽车零件进出口贸易 相差一岁的姐弟恋交往不到半年 但由于男方个性叛逆爱丸 尽管女方家长极力反对 但也无法改变两人在一起的决心 他说他还不喜欢那个男朋友 也没有见过几次面 但是没办法 现在小孩子就是他爱上了 没办法 潘性女子曾在脸书贴文表示 自己的爱情观 发现自己爱上一个人 都是在跟他分开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看不见 才知道产生了很强的依恋 表达出对爱情的执着 两人交往后也提名放闪 说是男友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女朋友 想不到却一语成诚 爸爸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 是不是有没有等女儿回去吃团圆饭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小心 13号晚上父亲待在派出所 直到巡获遗体 脸上满是憔悴 在香港从事汽车零件进出口贸易的他 对唯一的女儿疼爱有加 让他就读香港教育学院 每年学费最多得要20万元台币 原本家庭相当和乐 但却因为交了诚信男友之后 一切都变了 潘晓隐相识案 在港台两地占据了社会头版 陈同佳因为窃取死者财物 马上遭到香港警方的逮捕 但问题来了 两个小情侣来台甜蜜过情人节 为何选在最后一天出境 要狠心杀害了如此爱她的女孩呢 冷血杀害女友气疏 凶险陈同佳在香港落网 头头下指露出眼睛 看似完全没有回忆 19岁的男儿反黑暴梦头 先后带到慈云山和将军澳警署 话是杀人还装箱气疏 不止台湾各大媒体报道 就连香港当地也闹得沸沸扬扬 但整起杀人气疏案还是一眼重重 香港警方发现陈姓松贤 曾经以女朋友的提款卡 在台湾领取了两万台币 回到香港也领取了八千港元 道理女友提款卡留下记录 成为破案关键 陈同佳连续两次接连提现金 让警方怀疑是否因为缺钱谋财害命 是您提前许有提出这方面的 司法部署请求的话 我们也不排除向香港提出弃捕遣返 陈同佳已经在香港落 但碍于两方没有司法互助协议 台湾警方无权审问嫌犯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还原相试案的犯案过程 并厘清潘晓颖的真正死因 给家属一个交代 上个月8号入境台湾 13号入住紫园饭店 17号离开紫园饭店时 就只剩男友一人 之后却悄悄离开台湾 将装箱的尸体扔到淡水逐围站的草丛内 成型男子花了半个多小时 搭了16站的捷运 最后选在竹尾站 但他选的是相对隐秘的2号出口 就往小巷这边走过去 徒步步行了大概15分钟的路程 他当时就是沿着自行车步道 提着行李箱沿路的往这边走来 就看到旁边有一处 比较人烟稀少的空地 当时就把行李箱拖进来之后 将女友狠心的冷血遗弃在草丛堆里面 虽然警方很快就掌握气势地点 在自行车道附近 但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最后是不断喊着潘姓死者的名字 说赶快让我们找到你 赶快让我们带你回家 讲不到10分钟 果然就在树丛堆发现遗体 解放气势后再度回到了中山站 而这藏着女友实体的行李箱 便带到附近的相同气质 至今下落不明 在这里有个诡异插曲 当时何慧荣来现场模拟时 只要经过气势现场 麦克风收音就会全部消失 其他地方都正常 最后不得不跟其他电视台 借机器重拍 可能是机器出了问题 但赵文当天 也出现了严重不明杂讯 依照台湾习俗来解读 似乎是有冤情 法师手拿隐纹分 潘姓女大神的妈妈 在友人陪同之下回到爱女 遭到弃失的地点 哀痛进行招魂 近况后的双眼早已哭红 因为至今还难以相信 失踪一个月的女儿 竟然成为一具白骨 会不会担心没有司法 估助没办法让说 就是因为死亡多时 面容难以辨认 女大神的妈妈一早 搭乘班机前来台湾 要采集DNA进行比对 确认死者身份 而检察官在相验时也发现 死者上半身腐烂健骨 下半身则有风干辣化现象 身上只穿着单薄的睡衣 由于颈部第二骨节移位 明显有遭受外力的迹象 加上舌骨移缺 出不怀疑可能是遭到勒弊 或是扭断颈部导致死亡 他很可怜 他每个庙都去拜 每天我都带他去庙里拜 欢迎的父亲为了找寻女儿 跑遍了台北各大庙宇 也一度到了知名的侠海仇庙 要祈求宝贝女儿平安 然后最后还是传来不幸的消息 除了报案之外 就是四处求神拜庙 希望神明能给予指示 但是却得到死亡预言 这样的预言 当时就给爸爸相当大的打击 而且在不久后 果真发现女儿遭人弃失 小两口甜蜜合照 来台第一站直奔高雄 手牵手在彩虹教堂 背对镜头留下B型合照背影 长发大眼镜露出甜美笑容 她就是惨遭杀害的 21岁香港籍女大生潘小颖 就读当地专业教育学院 是零件代理工厂千金 20岁男友陈同佳 则是香港理工大学副学士 但嫌犯打扮行为 被港人痛批是MK仔 类似香港在地的台客风格 而休闲眼神上吊露出大片眼白 让人联想起先前捷运杀人案的主嫌郑杰 都类似夏三白的面相 利用捷运犯案让人不寒而栗 因为涉及盗窃罪跟处理账户罪 陈同佳遭香港警方提讯 他却绝口不提在台湾 杀了女友这件事 台港两边都在推敲杀人动机 而死者好友透露出一个关键讯息 原来潘小颖疑似已经有了身孕 如果条仔只是不想要个BB 死者潘小颖的朋友曾在脸书po文说 死者曾经透露自己怀有身孕 还说要生下来没想到却遇害 不过事件初步相宴解剖 无法确认有身孕 而真正的死因也还得等检验报告 第一就是看子宫的大小 我们一般这种女孩子 这种20岁女孩子的子宫大概六到七公文 但是他如果超过十公文 还是八九公文 就才有可能怀孕 子宫很不容易腐败 所以你把它加起来 你还会看到索尊卵 还是有成型的大佬 都一定能够罪 你如果都没 那都不用说了 此时台湾爆发了新庄水泥总事案 媒体焦点暂时被转移 而香港警方派了三位高阶警官 悄悄来台 跟刑事局进行案件协商 因为台湾有证据 香港有人犯 却苦无相关司法护注协议 这个杀人犯到底该何去何从 在两个司法管车区里面 其实发生什么事情 所释求的罪行 和我们搜集到的证据是什么 从而先可以细心去研究一下 如何去处理这个案件 港旅松杀案爆发已经一个多星期 至今犯案动机仍然沉迷 外界有说是松弦劈腿 也有说是吕峰怀孕 现在也传出了吕峰的私人IG账号上 有跟其他男性的亲密合照 这是否是犯案动机 仍有待厘清 香港警方持续过滤犯案动机 近期发现死者潘晓颖 有一个私人的IG账号 但是仔细看看这个账号的大头贴 潘晓颖和了一名男子亲密合照 但男主角却不是陈同家 另外账号似乎也看得出一些端倪 PHW就是潘晓颖的英文缩写 LOVE是I 后头的NPS疑似就是男主角的姓名缩写 但又跟陈同家不一样 外界怀疑恐怕是潘晓女友先劈腿 两个人才会爆发口角 根据最新解剖报告 发现死者潘晓颖腹枪内竟然有一块小骨头 经过DNA比对赫然发现不属于死者 简体报告出炉可能是胎儿骨头 因此研判凶嫌 怀疑女友出轨痛下杀手 造成一失两命的悲剧 事件再次向香港提出司法互助 请求协助比对陈同家DNA 其实在3月16号 事件就曾经透过陆委会 向香港提出司法互助 但对方至今没有回应 不肯协助制作嫌犯笔物 检方全力调查 却因为两岸关系激动 无法推动司法互助 整版进度陷入胶着 这个胶着一直持续到隔年 在案发满一周年前 潘晓颖母亲召开记者会 公开呼吁 希望能够修法引渡 香港政府随即宣布 提出修改逃犯条例 和刑事互助条例 引发两岸高度的关注跟讨论 接着在4月中旬 陈同家终于认罪 陈兴奋险 12号在香港高等法院上认罪 同时也被指控 多项息签和窃盗罪 也包含曾经盗领过 女友存款和现金超过 新台币5万元 坐在囚车内面无表情 他就是在台湾杀害 女友气势的香港籍男子陈同家 亮澄一时两面悲剧 但在香港却只被判刑29个月 现在唯一的可以帮到的女儿 就是帮我土回宫道 寻冤得雪 早日安息 扣掉羁押期间 陈同家最快今年10月就能获释 但香港有律师认为 光是洗钱 而且金额才涉及12.6万台币 就判29个月有些过重 但代表陈同家的律师说 没有接到上诉指示 而士林地检署已经对陈同家通气 一直到2055年都还有效 要凶贤为一尸两命付出代价 陈同家也终于透露杀害女友的动机 原来在案发前三个月 他就已经知道潘小颖已经怀孕五个星期 两人开心相约台湾共度情人节 没想到就在返回饭店的那一天清晨 两人因为收拾行李问题起了争执 潘小颖自爆 肚子里的小孩其实是前男友的 陈同家一路之下查看女生手机 竟然发现还有与陌生男子的性爱影片 才会人写杀害潘小颖 今年2月新加坡情侣狠心杀害 亲身骨肉潜逃得逞 去年2月香港男陈同家杀害怀孕女友 一尸两命也潜逃 陈同家因为缺乏杀人证据 只被一洗钱重判29个月 目前眼里修法引渡回台 而新国情侣也设杀人罪 却无落网消息仍逍遥法外 即便陈同家认罪了 引渡台湾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然而时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坚持要通过争议版本的修订逃犯条例 引发全球关注 担心失去特殊的国际地位 香港民众也从3月底开始 便不断发动游行抗议反送中 最后导致6月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 甚至演变成持续多日的严重警民冲突 杂毁栏杆愤怒冲撞 抗议群众试图闯进立法会 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警官警方喷洒辣椒水奋力阻挡 抗议群众冲破人墙 闯入立法会现场断成一片 香港百万民众大游行 终于促成客首宣布 暂缓实施逃犯条例的修正 特区政府决定暂缓修例工作 我是台湾中市的记者 那想请问一下刚刚你的说法 是不是陈同家案 就没有办法再去做 因为香港政府从案发到现在 一直没有直接跟台湾的相关单位 有过沟通 那未来会不会有直接的沟通 去解决这个问题 台湾当局有几次希望我们提供协作 形式的协作 也希望我们往后能移交 陈同家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方案 也没可能在陈同家 离开监狱以前能做到 所以现在的做法就是 我们应该是没有这个法律基础 跟台湾来按照他的要求 给我把这个女反 逃反提交 反逃犯条例的大规模持续抗议 成了全球关注的政治经济议题 中国大陆甚至出动了解放军 示威的活动才逐渐变小 但已经严重影响了香港经济 最后被香港网民称为流水革命 出动解放军到香港所涉及的争议 可能比起香港之乱还要出目 而且出兵不等于可以平时纷争 向示威者就引用李小龙的Be Water 你进我退 被示威者丢砖头以及鸡蛋的将军闹警所 这是商事案松贤陈童家 回到香港之后最先被扣留调查的地方 香港还在示威抗议的同时 持龙家10月23日刑满出狱 在牧师管号名的安排之下 公开向媒体发表了三分钟的声明 但被质疑似乎是被刻意安排 我想跟晓穎的家人 那一声对不起 道歉 我自己的内心 都一直受责备受谴责 自己犯下的错事 自首回到台湾服役 受审 希望她的家人 能够稍稍放下释怀 亦令晓宁能够安息 有没有想过自己被人利用了 我另外是想 多谢自己的家人 多谢我的爸爸妈妈 对于社会 对于香港人 我 我 死人 对不住 希望 各位的原谅 希望各位可以给个机会我 重新做人 给个机会我 回报社会 是否自愿 当天一路传出她买好的机票 要直接来台湾投案 两地媒体在机场严阵一带 甚至刑事局警员也在香港待命 最后却是一场空 但接下来诡异的是 本人都说要主动投案了 两地政府却没人要协助 陈同江一言再言 成了政治人仇 農曆新年又不去 知道疫情了 现在又说不去得 等到什么通关 之类 总之是很多招待 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站出来 面对市民 还等什么呢 究竟不要再给陈同江 要求他们快点出来面对这个社会 不要给大众的市民都要养他们 从法理上说 陈同江现在是一个自由人 他已经接受了在香港 违法的情治 所以现在从香港的司法管车里面 是没有什么行动可以采取 香港人杀香港人 人在香港 香港就好好办 要资料 台湾就提供 他不可能来这里自由行 我们也不会容许一个杀人犯 自由来去 所以香港政府用不着推来推去 香港法律是属地主义 因此在台湾的罪行 两手一摊 说无法可办 台湾是属地兼属人主义 却要香港自己去办 当然这是牵扯到两岸政治问题 但其中最重要 最伤心的被害者家属呢 成了被刻意忽略的路人甲 潘妈妈在每年的10月20日 都含泪呼吁 希望香港政府能帮帮这个 无辜上女的可怜母亲 潘爸爸 潘妈妈你们好 我是陈龙家 我再次为晓榮的事情 向你们道歉 我回台湾的想法 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我会请我的律师 安排回台湾自首的事情 请你们放心 敢肯定 换着是被陈龙家所杀的 更被棄施方野 而最后更变成一堆 血章和白骨的你 如果是你的儿子的话 曾经被你的儿子提名 而且又奪得最好爸爸奖的父亲 一定会比我更加辛苦 而女儿就 就不可以沉冤得书 永远都是这样 拖下去 我们真的很辛苦 真是 多难才养了一个女儿 二十岁 但是这个政府 一点都不做 一点都不理 首先香港 我想走出第一步 都要跟台湾谈才行 连谈都不谈 协商 怎么协商呢 怎么去签证呢 怎么去送他上飞机呢 现在传出 陈龙家隐居深山 低调度日 也没再公开强调 要来一台投案 一个凶狠的杀人犯 犯罪不用被审判 重挫政府经济 引发百万人抗争 导致上万人被捕 上千人被定罪 他自己 却能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应该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特例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欢迎有想法的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 最后让老Z 工商时间一下 Omicron疫情严峻 防疫生活很重要 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力酸水生成机 可以让您轻松在家 对抗病菌 现在只要输入老Z 推荐代码 cti527 就可以获得折扣 详情请上快点购网站 还有更多优惠哦 我是老Z 我们下集见 光往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力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 做好环境跟物品的行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 以水神雾化器 来喷这个水神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神水手喷 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购